那这因为这附近人口密集 那这个部分的桥梁过低 那可以从这个图片看到 这质爱水的管线 就从那个我们的户外里面通过 那这个它是一个排水的平景点 所以我们也编列了一个预算 从下游往上游 逐渐的来做一个整治 水利局长亲自简报 向市长及有关单位主管说明 台中市目前的治水状况 因为地形影响台中市的大理区 太平区 乌日区以及沙路区 都是液淹水区域 另外大驾民深入地下道 以及南屯交流道也常因为暴雨 造成水患 这些都是水利局年度治水重点 我们现在就知道 不见得说台风下雨来 有时候强降雨 雨量及时的暴雨来 整个就会有淹水情况 那除了水利局这一边以外 环保局的这个道路测溝 一定要加强清除 那测溝以外那个下水道部分 跟湘海的部分 这是水利局的权责 水利局也要应该积极来清浴 也在项目内 市长也指示水利局是否有其他项目符合资格 积极向中央争取申请 应该是要 就是说不是啊我们把它推给他们 然后你们做好再说 而是我们希望他做什么 所以这里面有包括十条的这一些中央管的这些 河川啊曲牌啊等等 我就觉得应该我们用积极主动来去就是提出项目 水利局表示针对室内防洪制水 现阶段将采以综合制水方式 即上游保水中游减洪下游防洪的方向 将灾害降至最低 预计今年可以改善30处的淹水点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